就跟孔子说 跟那个弟子说 古时代到现在有听说过 车子到城墙走 没听过拆城墙让车子走的 那骑麦克风立刻滔滔不绝 不只要和民众互动 还要了解地方的人文及历史背景 想要成为一位导览人员可不容易 但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 不妨可以加入观光局的志工行列 服务一些到台中来旅游的游客 或者是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 可以他们来当我们的导览志工 还有维护的志工 所以我们目前在征求 我们的这个观光志工 希望大家对我们观光有兴趣的人 尤其是我们欢迎退休的 这些校长老师们 或者是公务人员们 对台中市的风景 历史文化有了解的人 来投入我们志工的行列 部分在职或退休 只要对台中观光有兴趣 都可以报名参加 观光局表示 这次将招募200位志工 通过审核后 市府将会进一步培训 招募200人 那我们的条件是 只要你对我们的这个 有热忱的民众 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志工 而且我们会有一个训练 之前训练 会让你了解我们台中市的 观光旅游的景点文化历史 让你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欢迎大家来投入我们观光旅游志工 想要了解台中有哪些观光景点 或是其背后的历史及人文风情 称为观光导览志工 受训后除了能比别人 对台中有更多一分了解 在每一次的服务过程中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有兴趣的民众也不妨和观光局联系 争取机会 云捐体中采访报道 云捐体中采访报道